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阅文集团联合出品 改编自七点中文网的大凤大羹人 作者卖爆小郎君 演播头头冤大斌丸子小桃红等等等等 好多主播 后期制作小太阳 欢迎您的订阅 第961集 除魔 柳云宛如尖刀刺入佛门武僧队伍里 阻拦了第一波赶来阻止许七安的援兵 他无凭化尽的修为 援神坚韧 对付一群同样粗鄙的武僧 尽管吃力 但打得有来有回 许七安因为有特殊能力 负责对付东方晚清的援神 他二话不说 临近东方晚清时 口中发出尖笑 以心骨的能力震荡东方晚清的援神 制造短暂眩晕的效果 一掌拍向清冷美人的天灵盖 这一掌下去 他能吞噬对方至少三成的魂力 魂力类似于气力 只要不吞噬殆尽 元神就不会受到本质的损伤 顶多是元神枯竭 需要长时间的养神 东方晚清摆脱短暈眩后 做出了符合武夫操作的应对 握拳打向许七安的掌心 拳掌碰撞 没有发出响动 下一刻 东方晚清被灵魂撕裂般的痛苦占据 他两枪后退 难以置信的看着自己的手臂 整条小臂消失了 从手肘之下空空荡荡 而许七安倒飞出去 宛如断线指缘 元神不强 甚至弱小 但能吞噬魂力 东方晚清做出判断 认为自己魂力最多会有些耗损 但在那之前 能把这个元神不强的家伙 打得魂飞魄散 他化作残影 追了上去 东方宛柔耐心地沟通纳兰天路的意识 服以孟屋的能力 做一定的引导 老师 山海关战役已经结束 巫神教还在 镜山城也还在 这只是您统帅的战争之一 往后还有更多的战争等待着您 山海关战役 输了 是的 输了 大凤赢了这场战争 有如猎虎朋友 巫神教再无机会 不 大凤如今衰弱 龙脉溃散 正是最脆弱的时候 老师 巫神教需要您 巫神教需要我 那蓝天路空洞的毛子渐渐找回焦距 东方宛容一喜刚要说话便听有人高喊道 东方宛容不想你妹妹魂飞魄散就带我们离开梦境 转头看去 多日时精度交集 难以置信 妹妹东方晚清的元神被对方拎在手里 原本凝食的身躯此刻呈现虚幻 宛如风一吹就散的影子 堂堂四品巅峰的元神败得如此迅速 东方晚清不甘的挣扎咬牙切齿 你的元神 他以为自己能打散对方的元神 没料到此人明明元神孱弱 却坚韧的难以想象 根本无法打散 而武夫在元神领域并无特殊能力 面对能吞噬魂力的手段无可奈何 几番交手之后 他便沦为了落网之鱼 三品竞技的元神 岂是你能打散 许清安笑道 成功了 李绍云等人大喜 慌忙的朝着许清安撤去 柳云正要抽身 手作横音缠时目光一闪 双手合十 回头是岸 柳云身躯一僵 无论如何都迈不动不乏 哗啦啦的 一群武僧和禅师将他围住 靖心和靖元也赶过来 制住柳云 横音缠时手掌按在柳云头顶 施主 请放了东方二公主 许清安 咒了咒眉 我若不愿呢 恒音淡淡 说道 朽怪贫僧 今日开杀戒 要杀就杀 少说废话 李绍云骂骂咧咧 不能杀 唐元武沉着脸 看向许清安 徐兄 手下留情 这个临时组成的队伍并不牢固 柳云是双刀门最杰出的弟子 却与徐谦这些人无关 他们未必愿意为了柳云放弃人质 众人的目光自然而然的落在许清安身上 柳云紧紧的抿着唇 好 许清安松开了手 东方晚清面朝着他 背朝自己人一步步后退 见状横阴禅师收回手 柳云深深的看一眼徐谦 快速的返回 东方宛容心里一松大喝道 过来 在佛门僧人和东海龙宫等人 飞奔过来的身影中 他说道 老师 快让我们出去 纳兰天路目光不在空洞 边点头 边凝视着他低声笑道 想不到我们师徒还能再见 下一刻 众人消失在梦境中 糟了 现在怎么办 李绍云破口大骂 我们怎么从二品与师的梦境中挣脱 白来一场不说 生死还握在了人家手里 第二层有没有不得杀生的戒律 尚且不知 若是允许杀生 我们就完了 他说话的时候 梦境又恢复了正常 纳兰天路被魏冤斩下头颅 原神被杜厄罗海用金波收走 原意没有说话 带一张脸阴沉似水 无法主动脱离梦境 那就让别人帮忙 三位四品五福恶然 什么意思呢 柳云眼里充满了期待 东方宛容率先睁开眼睛 还手四顾 发现自己置身在宛如地牢的环境里 光线昏暗 地面和墙壁是黑色的岩石堆砌 色泽成灰暗阴沉之色 第二层空间不大 助力着一尊尊怒目金刚十速 有人舞剑 有人握棍 有的持刀 他目光一扫 看见了自己的老师纳兰天鹿 他盘坐在两尊金刚的中间 左边的金刚握着剑 剑尖对准纳兰天鹿 做刺激状 右边的金刚握着石锤 高举 似乎随时会劈下来 纳兰天鹿的原神不够真实 呈半虚幻状态 东方宛容收回目光 看向身后长长的通道 通道站着近两百位雷州人士 他们闭着眼 宛如雕塑 脸色或悲或喜 或焦虑或尴尬 不听变化 但都无法醒来 东海龙宫与佛门僧人 睁开了眼睛 他们与东方宛容一样 好奇的环顾四周 出来了 这里就是第二层 东海龙宫的门徒惊喜道 东方宛轻跨前几步 望向纳兰天鹿的原神 尝试着走了几步 而后停下来 舞者的直觉告诉我 再往前走几步 会有危险 东方宛容盲说道 快退回来 别惊醒老师 不然梦境就破碎了 这时 他看见手作横音产师 从袖中摸出三棱金刚锥 刺入某位雷舟人士的胸膛 鲜血瞬间溅起 那名江湖人士尚在梦中 便被收走了性命 横音师兄 静心缠湿皱眉 横音缠湿面不改色 本座是在降魔除妖 他目光一扫 锁定了不远处的轻衣 尤其此人 屡次三番冒犯佛门 与佛门为敌 甚至险些害死应顺师弟 他握着金刚锥 朝许清安走去 东方宛容看向 静心和尚 这人能控制别人的心神 为防止有人 被他暗中操纵 天使最好 用戒律甄别一下 说话间 他也用梦巫的手段 对东海龙宫的门徒做了甄别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在喜马拉雅搜索 头驼渊 讲故事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